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我们跟各位同学说明前面所介绍过的几种 我们在突轮设计里面可以使用到的运动曲线的简单的比较 那要比较当然要在相同的条件之下比较 所以我们在相同的总升层H 相同的总升层所需要的突轮总转角β 以及相同的突轮转速ω之下 我们来进行前面所介绍过的运动曲线的比较 那我们比较哪一些呢 我们比较这些运动曲线它的最大速度值 最大加速度值以及最大急跳度值 那最大速度值我们前面一开始说明过的 这跟虫洞见系统所消耗的能量是有关的 因为动能是等于二分之一mv平方 那最大加速度值我们那么关心它的原因是因为冠性力m 冠性力是等于质量乘上加速度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虫洞见在它的运动过程里面 所受到的最大的惯性力有多大 那最大的急跳度值我们为什么想要知道 因为急跳度的变化跟后面虫洞见系统 它会不会产生震动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知道你这样子的运动曲线 它的最大的急跳度值是多少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急跳度的变化会是如何 那这个最大的速度值最大的加速度值 还有最大的急跳度值我们怎么去比较 我们以百线运动曲线为例 比如说我们前面推导出来的百线运动曲线的速度方程是 vθ等于β分之h乘上1减cosβ分之2πθ 所以这是一个余弦函数 那cos的值是正负1 所以这括号里面能够得到的最大值就是1减掉负1 就是当cos的值等于负1的时候 所以这个速度的最大值就是等于2.0乘上β分之h 那加速度a是等于β平方分之2πh乘上sinβ分之2πθ 那sin这个正弦函数的值最大是1最小是负1 所以这个a这个加速度最大值我们知道就等于2π乘上β平方分之h 那急跳度是等于β三次方分之4π平方乘上h 然后乘上cosβ分之2πθ 同样的cos的最大值是正1 所以急跳度的最大值就是4π平方乘上β三次方分之h 所以我们刚刚提过我们比较的时候是在相同的β相同的h 还有相同的ω之下 那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去看括号外面的这些系数 那一个是2.0一个是2π一个是4π平方 所以2π大概是6.28左右 4π平方大概就是这个40左右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些值列出来给各位看 那看到这些表里面的数值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把介绍过的这个运动曲线 我们在这边列表来做比较 那这里面只有修正等速度的运动曲线 我们没有列进来 好 所以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包括等速度运动曲线 等加速度运动曲线 减斜运动曲线 百线运动曲线 梯形加速度 修正梯形加速度 还有修正百线运动 那最后介绍345多项式跟4567多项式 首先我们看它的速度最大值 那等速度 我们一开始就介绍过 它的最大优点是 它的最大速度值 是在所有我们介绍过的这个运动曲线里面 它的值是最小的 这是它的优点 那从这个数值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谁是最大呢 就是我们最后介绍的4567多项式运动曲线 它的速度最大值 是等速度的2.19倍 所以在这一行里面 它是速度最大值的冠军 那这也是它从 这个符合突轮设计基本原则 它要求 极跳度曲线必须连续 它所付出的其中一个代价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加速度的最大值 那等速度我们提过 因为它的速度曲线不连续 所以加速度会出现无限大的情形 那我们排除掉等速度 我们来看其他的运动曲线 它的最大加速度值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等加速度运动 它的最大加速度值 它是最小的 这是我们在前面也提过的 那这里面看到的 最大加速度值的冠军 是4567多项式运动曲线 它高达7.53乘上β平方分之h 这个也是它为了 这个极跳度曲线 要连续它所付出的代价 也就是它的加速度的最大值 提升了很多 那这也告诉我们 它会很适合用在高速运转 因为它的极跳度曲线是连续的 但是因为它的最大加速度值这么大 这告诉我们 为了让它的关心力小 那这个时候 最好是用在轻负荷的场合 好 最后我们看这个极跳度的最大值 那扣除掉等速度等加速度 还有减轻运动 我们假设它的 从动间运动规划里面有停留 所以它一定加速度会有不连续情形产生 所以极跳度会出现无限大的值 我们排除掉这三个 我们看其他剩下的 那其他剩下的 这个最小的是 百线运动 那百线运动 我们提过 它的加速度曲线 是连续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它是一个正弦函数 那极跳度曲线它并没有连续 但是它的最大值 只有差不多接近三十九点五左右这里 那其他的 我们去看 最大值是修正百线运动 是六十九点五 也就是我们前面的百线运动 我们提过 它的最大加速度值稍微大了一点 是在六点二八 也就是在最大加速度值 这一行里面 它不是冠军 可是它排在第二名 所以它的最大加速度值还蛮大 我们为了把最大加速度值减小 所以我们有提供一个修正百线运动的一个例子 那它的最大加速度值从六点二八降到五点五三 可是它付出的代价是它的极跳度几乎增加了一倍 就是最大的极跳度值几乎增加了一倍 来到六十九点五 我们这样去比较以后 我们给一个简单的评语 还有建议它的应用的场合 那等速度它的极跳度无限大 加速度当然也无限大 所以这个只能用在非常低速的运转 还有轻负荷的这个场合 那等加速度它的极跳度有无限大的值出现 所以这个也只能适用在中速然后轻负荷的场合 那简谐运动 因为如果你设计的重动键有停留的运动 那你的极跳度会出现无限大 所以这个也只能适用在中速运转轻负荷的场合 接下来百线运动 它有平滑的加速度跟极跳度 所以它可以用在高速运转的场合 但是由于它的最大加速度值稍微大了一些 所以我们建议它使用在轻负荷的场合 那T型加速度这边很简单的说 它是不如修正T型加速度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修正T型加速度 那修正T型加速度 它有低的加速度 但是它的极跳度稍微比较粗糙一点 也就是它变化稍微大一点 所以T型加速度 我们建议使用在高速轻负荷的场合 那T型加速度不如修正T型加速度 我们在前面的小单元里面有提过的 那从这个表的数值去比较 你也可以发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那修正百线运动 它具有平滑的加速度跟极跳度 它适合用在高速中负荷 也就是它的最大加速度值 已经比百线运动小了不少 所以它可以用在稍微重一点 稍微重一点就是中负荷的场合上面使用 那三四五多项是运动曲线 它的这三项的比值 我们去看的时候 它都是落在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它都不是拿到最高的那一项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折中的 所以它适合用在高速运转中负荷的场合 那四五六七 它具有平滑的极跳度 还有高加速度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前面解释过的 它适合用在高速运转 但是因为它的最大加速度值相当大 所以我们建议它使用在轻负荷的场合 那我们把刚刚表里面所列的几项 我们在高速运转里面常用的运动曲线 这五种我们用曲线图来表示 那也许会更清楚 第一个我们看它的速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速度里面最大的速度是四五六七 多项是位移曲线 那最小的是修正正弦加速度 或是我们讲修正百线运动的这一个速度 那加速度 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大的加速度值是四五六七多项式的运动曲线 那具有比较小的这个最大加速度值 是修正梯形加速度 那极跳度最大的极跳度值出现在修正正弦加速度里面 就是这个修正百线运动里面 那比较小的是百线运动 也就是正弦加速度的这个最大的极跳度值是比较小 那这些运动曲线的运用 那看自己实物设计上面的需要去选用 譬如说 如果你设计了这个凸轮机构 后面的这个重动弦系统 它的振动是你设计的一个关键点 那这时候你就希望你的极跳度的曲线变化要比较小一点 那如果这个惯性力的作用 对你设计上面是很重要的 那这时候你就应该选加速度曲线的变化比较小的 那个值也比较小的来设计 以此类推 我们这整个单元为各位同学介绍 我们凸轮设计上面所使用的运动曲线 包括修正等速度 修正等加速度 还有修正百线运动曲线 我们也说明了多项式运动曲线设计的原理 那我们也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 多项式运动曲线的设计 包括345多项式运动曲线 以及4567多项式运动曲线 最后我们也比较过前面所介绍的各种运动曲线 比较它的最大速度值 最大加速度值 以及最大的极跳度值 那这个单元所用到的参考文献 如这张投影片所示的这四本书 谢谢